壓、彈、彈、壓、彈、彈、壓、射球 不入不要緊的 不入不要緊的 重點 做得回在很累的情況之下 都要射到球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來到陽光普照的街場 在今次邀請了一個成長希望基金的負責人Steve 他這個基金 你自己介紹自己 好 交給我自己介紹 我就是來自成長希望基金會 我負責一個叫做公益金青少年入津計劃的同事 我叫Steve史提夫 Steve負責入津計劃已經是24年 沒錯 其實跟Steve談談的時候 原來我在20年前左右 應該是19至20年前 我其實是計劃的一份子 因為當年我都教過一隊球隊去比賽 其實入津計劃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我們入津計劃 很希望支持香港青少年球隊的發展 同時間亦支援球員的發展 所以在計劃裏面 我們有三個很大的部份 第一個就是一個籃球比賽 裡面亦有些籃球訓練的支援 第二部份就是一些社會服務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籃球 亦可以幫助青少年 認識多些他身邊的社會發生的事情 最後一部份就是一些多元化的發展 因為我們希望籃球 不單只是運動那麼簡單 他裡面有很多價值觀 人生態度 其實都可以在裡面 可以教授到給青少年 所以我們這三個部份 就支持了我們整個入津計劃 希望可以支持更多香港的本地青少年 在籃球裡面發展他們的人生 亦都可以發展到他們的價值觀 對呀 我整個人的人生都是在籃球發展出來的 包括我太太都是打籃球式的 所以我覺得入津計劃是很幫助一些年輕人 尤其有時可能說 基本上我只是打街場 我又想接受一些專業的訓練 其實入津計劃真的可以幫到你們的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做什麼呢 就是想 因為Steve就怕學員剛剛開場會令到他受傷 所以今次我就設計了一個 高強度 核心力量 體能訓練 Oh no 除了了解和更加實習用到核心力量之餘 亦都可以所有的動作裡面 可以訓練到你的體能 以及你的籃球動作 好了 現在我們就立即開始了 在開始這個練習之前 必須要有基本的熱身和拉筋 因為待會一個高強度的訓練 你有機會是會拉傷了你的肌肉 所以你一定要令到你的肌肉先熱 OK 我們記住 整套動作我們是以核心力量去做的 那怎樣用呢 首先第一個動作 我們要將你整個身體向上拉 整套動作裡面 你的上半身都要保持直的 你要當自己在頭頂上 有一條柱 你好像抱著一條柱一樣 然後伸直 往上伸直的同時 你甚至是腳跟離地 然後你會感覺到 這裡是會拉扯到的 這個拉扯的位置就是你的核心 然後我們先做第一個動作 一分鐘為限的 那我們就拉直 然後膝蓋同樣都是保持直的 兩隻腳 肩膀那麼闊 然後 只是用腳碗在那裡跳 伸直的手 一路跳 一分鐘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GO 保持直的 保持直的 記住 尤其是你的手 有很多人做著 下手會指向前的 一定要拉直 盡量使用這裡的力量 你就會感受到怎樣用核心彈的了 記住膝蓋是直的 膝蓋是直的 你都彈得高的 盡量用腳碗 伸直 一分鐘 保持呼吸 千萬不要閉氣 頭可以向上一點點看 令到腳更直 就是用這裡 彈彈彈彈彈彈 好 夠時間 OK 做完一分鐘之後 我們先第一個動作 休息一分鐘 但休息一分鐘 你應該可以回到氣了 好了 第二個動作 那個動作就是 又是又是拉直 腳跟你們 我們彈兩次 然後壓下去 壓下去的時候 記住你要想像 這裡有一塊木板 兩個針向下 向下座 你的針也在你的身體前面 保持你身體直的 彈彈彈 壓彈彈 彈起來 壓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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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這裡做一分鐘 準備 go 彈彈 盡量用核心的力量,做得到要彈直上去 用腳腕的力量,盡量用大腿的力量 伸直手,壓,記住不要跳起來 壓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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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下去 好,我們可以休息久一點,重點是要休息,全力做第三套 第三套,跟剛剛一樣,先伸直,拉直 壓的時候,我們要將腳向兩側方向壓 記住打開的時候,一隻腳向兩點方向,另一隻腳向八點方向 兩隻腳都是直的,記住,當你壓的時候 彈彈,壓,同一時間兩隻手要碰到你的臀部 你會做到一個靈質的姿勢 在這個靈質的姿勢,記住你的頸,包括你的頭 還有你的下盆,不可以有轉動 我們是要保持在前,但是扭腰 這個動作就是我們正常起動的時候用的動作 就是我們一個人這樣過,也是這樣起動 我們就要用壓起動,用核心的力量 彈彈,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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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彈,壓 記住,下盤是向前的,不要扭歪了,重點是你要扭腰 壓下去,壓下去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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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壓,啊,啊,夠時間 好,又休息兩分鐘 好,來到第四個動作 這次我們要用到籃球 先把球放在頭頂上 第一下壓,抵起右膝 第二下壓,抵起左膝 第三下放在頭頂之後 我們就是壓,加雲球 彈起的 整套动作 1 2 压弹 1 2 压弹 OK 又是这样,我们一分钟的 Go 2 压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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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压弹 好,转左手 1 2 压弹 1 2 压弹 1 2 压弹 1 2 好,这个第四套动作 做完之后,投上一条气 再完全全力再做 下一个动作 好了,第五个动作 我们以前都会做过防手步的碎步 但防手步的碎步 就是你的重心会往前 所以这样踏的时候 你不太用到核心 我们今次要怎么做呢 就是 把球伸直在上面 抹着脚 上下上下 踩下去 你要保持身体直 明白,就是这样踩 再来准备 1分钟 保持直 准备 Go 举起 踩 踩 保持身体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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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做一分钟 休息一分钟 休息一分钟 好 来到第六个动作 今次这个动作 我们是要运球的 在运球里面 第一它就会练到你 跟篮球的协调性 第二也会练到你的节奏感 我们稍后怎么做呢 运球的时候 压 弹起 轻的 我们也是 弹弹 你会跟球完全同步 一起落地 一起上 OK 我们这样做就是 弹弹压 弹弹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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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扭手 扭肩 记住 不可以超过你的身体前方 我现在站在环线上面 你尽量运球的时候 保持在环线上面大球 压 弹 压 OK 准备我们一分钟 Go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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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弹回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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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压 记住 波不能在前面 好 一分钟 好 休息之后 左手 好 同样动作 转左手 再来一分钟 記住一樣東西,壓,球不要超過身體,壓,壓,彈彈,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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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最後我們做了那麼多體能訓練,那麼多舉高雙手訓練,其實都訓練了很多肩膀的耐力,現在加上最後的運球之後,手是很避,最後要做一個頭腩的練習,去放鬆自己的手, 我們稍後跟剛剛的動作一樣,壓,彈,彈,壓,彈,彈,壓,射球,OK,不入不要緊的,重點,做得在很累的情況之下,都要射到球,明白嗎?彈彈,壓,彈,彈,壓,彈,壓,射球,記住我們做那麼多核心訓練,就是為了這一下壓下去,然後射球的, 所以你要記住,所以你要記住,所以你要記住,最後做得那麼辛苦,不要突然走,或者就這樣拿著球射,明白嗎?彈,彈,壓,壓,射球, 好,我們最後的頭腩練習,亞灣我覺得你左手拍球射五球入,右手拍球射五球,儘量放鬆你的手部肌肉, 今天很開心請到Steve,來到做我們嘉賓,你在旁邊有做,你覺得怎樣? 我剛才也是在鏡頭後面接著做,非常之辛苦,但是一定要盡全力,好嗎? 你重點呢?記住高強度訓練,你的重點是你有多令自己用盡力量去做,短短一分鐘裡面,你要用盡自己的爆炸力,用盡自己的力量去曲行它,用盡你的力量去壓,訓練到你的核心下壓的力量,在你比賽的時候,你才可以慣性使用到這股力量的, 記住大家,在你剛剛開場,好好回復自己的狀態,這一套的訓練對你很有幫助,然後再去打高強度的比賽,希望你們的表現更加好,千萬不要受傷,謝謝各位,好,我們下集見,拜拜,好,今天完! 好,今天,完美,我還會繼續補充,我們下集見,好,昨天完美,好,今天已經不夠不夠,你 Italian,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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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